沒有火藥粉也沒有辦法繼續飛了嗎 嗯...我多做一點火把好了 把這附近插亮一點 對這個生怪塔附近插亮一點 然後這個高度可能要再高一點對不對 不然...效率好像不太高欸 好啦總之我第一步先把這附近的火把插一下 讓它變亮 欸晚上來了晚上來了 可以驗收我這裡插得夠不夠亮了 現在只要有光線 就不會...不會生怪了嘛 所以這...這裡...到底會不會生啊 照理講應該是不會對不對 好啦不管啦我覺得暗的就插下去了啦 讓你這附近都不會生好不好 這樣子...呃...如果我在這裡沒看到任何的殭屍...這個村民 沒有被抓的跡象 其實應該就是...這附近還蠻安全的對不對 欸...這裡開始有生怪囉 喔...那你確實沒有活吧 好了我已經爬到安全屋這裡了齁 下來幾格...看一下這邊的...呃...這邊的動植物 如果這樣子...還會再生的話...欸這個是...地獄豬人 表示我還要再往外插一點對不對 欸欸欸...這個...嗯...不錯不錯 目前都沒有生齁...這裡好像還要再插...再插出去 我覺得這邊...有機會生 畢竟離...這裡沒有很遠齁 這裡...插的...我覺得這個範圍應該蠻遠的 這裡應該不太會生了吧 欸...發現野生骷弓 在我家...旁邊這裡... 既然還有生... 這一塊太暗了... 呃...欸...這裡... 這裡沒有...這裡沒再生了 嗯...好喔...所以就是這裡要插一下 還有...後面的...這裡...這裡有生嗎 這一塊竟然沒看到欸 所以這一塊其實不太會生 可能是高度...已經生不出來了 不管我這邊也稍微插一下好了 把它延伸出去...然後...把這個...屋子的旁邊...這裡... 最重要是這一塊啦 這樣子...效率應該蠻夠了吧 我昨天那個晚上把這裡的怪壓制的差不多了嘛 所以應該會有...欸... 一個晚上... 呃...我爬上去的時候已經半夜了 所以其實在上面沒有很長的時間欸 效率好像有...顯著的提升對不對 好像還不錯欸 欸...嘿...嘿...嘿... 其實如果要更好的提升這個生怪塔的效率 呃...最好的方法就是再多蓋一層嘛 嗯...man... 嗯...要來蓋嗎 嗯...欸... 好啦好啦...那個貓...在防止嗎 我已經...多一隻貓了齁...有一隻兩隻...這裡還有一隻啊... 好像是可以做這件事情的 好了...這邊...全部...都...搞定了齁... 接著...就是...呃... 鋪地毯...帶貓過來... 又沒有要抑制什麼...特別的怪 唉唷...搞定囉... 我的第二層... 生怪區域... 剩下...把... 蒼蓋...放一放就... 好了...呃... 好...就...隨便放啦... 這兩個...我... 有這一次經驗之後...我應該不需要再放了吧... 所以就放...這些... 這樣子的話可以少掉... 10個...20個...欸...40個耶... 還蠻多的耶... 好了...蒼蓋放完了... 接著...就是...把...這個...屋頂... 全部...補上去... 這一次說用全磚嘛... 直接在上面...插火把... 了事齁... 那個...以後... 以後要擴建...會更方便... 好了...封...頂...完成... 在上面...插... 插一...幾根火把... 這樣子...呃... 就...不會...生怪了嘛... 我們在那邊放半裝...放欄杆... 不知道要在幹些什麼... 就這樣插一插...OK了... 這樣我就有兩層了耶... 欸... 我覺得我現在要做的應該... 不是...火藥粉了... 不是在做這個苦力怕生怪塔... 我要擔心的應該是... 乾涉不夠嘛...對不對... 我的甘蔗也...蠻缺的耶... 等一下...我家門口... 怎麼那麼多人... 蛤... 你們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了... 欸... 我家為什麼門口這麼多人... 發生什麼事情了... 欸... 難不成是... 這裡跑出來了嗎... 欸...這裡有點暗... 這裡跑出來了嗎...也沒有啊... 下面更多人... 哇...人滿為患... 大家慕名而來有沒有... 那個... 邪惡帝國... 慕名而來... 我的甘蔗目前只剩下... 欸...只剩下9個了喔... 還有...3張紙... 欸... 欸...真的要做了耶... 不能再不做了... 再不做... 我...那個...沒有辦法再... 再邪惡下去了有沒有... 沒有辦法飛了... 那就在... 好...就在這邊做一個甘蔗機好了... 好了... 我把甘蔗機的... 材料... 準備... 差不多囉... 甘蔗機放在... 放在這裡好了... 好隨便喔... 在箱子後面... 接兩個... 漏斗... 然後... 在這裡... 鋪一條... 鐵... 讓我的... 這個... 呃... 漏斗... 礦車在上面跑... 好的... 我的... 礦車放下去... 收集... 裝置... 搞定了... 齁... 接著... 我在... 這個的上面... 放... 泥土嘛... 要... 收集我的... 甘蔗... 我的... 甘蔗... 後面這裡... 放... 水流嘛... 甘蔗要有水才能種... 真麻煩... 如果是竹子的話... 就不用這個水了... 我把水流遮起來之後... 在這... 上面... 放... 活... 塞... 嘿咻... 這樣子... 在這一格... 就把它打掉嘛... 欸... 保留下面這一個... 然後... 上面放... 我的... 偵... 偵... 欸咻... 欸... 這樣沒錯... 接著在... 活塞的後面... 放上... 一排的木頭... 這裡... 點... 上... 紅石... 訊號... 這樣就... 成功了吧... 來試看看齁... 呃... 只要我有... 那個... 甘蔗... 長到第三格... 欸欸... 沒長上去... 嘿咻... 嘿咻... 欸...沒有... 嘿咻... 喔唷... 被打下來了... 這樣子... 就成功了嘛... 所以我... 呃... 把前面這裡圍起來... 不要讓甘蔗噴出去就完事了... 我把甘蔗打整個封起來了齁... 還順便做了一咪咪的裝飾齁... 整體風格就跟... 這個生怪塔比較類似啦... 那個... 呃... 如果要把這個弄得更好看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要在後面這裡蓋一個... 對稱的結構... 對就是... 呃... 活塞啊... 偵測器啊... 直接沿著這個紅石... 這一條是紅石線路嘛... 直接在這邊... 再蓋一次... 所以這兩側... 只要有一個... 突破到第三層... 就會被偵測到... 所有的活塞就會作動... 欸... 好像... 可以齁... 再多做一次... 20個的效率... 應該很夠了吧... 嗯... 欸... 為了... 為了整體美觀... 要繼續擴建... 太好笑了... 為了追求對稱的美感喔... 我在原本的後面... 又蓋了... 十個... 什麼啦... 那個... 我現在有收甘蔗了嗎... 欸... 收了三個... 那是我剛才打下來的是不是... 欸... 沒關係... 那個... 等我蓋完應該就差不多可以了齁... 我就把甘蔗插在這裡... 那... 現在要去... 在這邊放水... 在放水前... 我是不是應該要先把我的... 軌道弄好嗎... 呃... 嗯... 好喔... 我的軌道是在... 這... 這一條吧... 封成這樣... 我都不知道是在哪裡啊... 對對對... 在這一格啦... 這一格是我的軌道... 我讓...欸... 這裡有水... 我讓這裡... 呃... 過去... 既然這邊有水... 我不要好了啦... 不要過去了... 我在這邊一樣讓... 軌道這樣子跑... 這樣子跑... 那... 中間用... 漏斗連接起來... 就好了... 好不好... 這裡就不用調整了... 好了... 我把鐵軌放好了齁... 中間用漏斗連起來... 欸... 這樣就解決了嘛... 把礦車放到這裡... 欸... 先搞定礦車... 再來用水流... 就不用擔心... 水淹出去了嘛... 剛剛的那個... 呃... 本來想說兩個用同一台礦車啦... 結果... 會被水... 水扁到齁... 所以... 呃... 就這樣子好了啦... 也不是什麼問題... 解決了... 解決了... 問題是我的... 甘蔗... 欸... 那個... 我原本家裡面應該很多甘蔗吧... 就算... 家裡面沒有... 上面應該也有... 應該要回去拿一下對不對... 欸... 欸... 採收了... 欸... 十個... 好了... 不用回去了... 把甘蔗種一種... 採收了... 好了... 我們的甘蔗雞... 完... 功了... 兼具... 食用與... 設計齁... 為了要... 讓它比較好看... 還... 多設計了一半出來... 原本只想做十個嘛... 先做成了... 二十個... 嗯... 產量翻倍... 看一下我現在的... 甘蔗... 這樣子我應該... 再也不用擔心... 甘蔗不夠用了嘛... 對不對... 我現在就去... 上面掛網... 對... 沒錯... 掛到... 足夠多的火藥粉... 我就可以到處... 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把我這張地圖... 全部開光光喔... 嗯... 希望開完這一小張地圖... 就可以發現... 什麼... 蘑菇島啊... 或是... 呃... 紅土大陸啊... 之類的... 雜七雜八的地形喔... 我好像又多了... 多了兩三個對不對... 欸... 好啦... 不重要啦... 重要的是我們要去掛網... 眼睫丽... 對... 多少 你待會兒...